今天想跟大家講一個叫做悲慘的故事 這個悲慘的故事是講關於一個年輕女 她很辛苦讀書 終於就畢業high school 就移民了來沒多久 但是爸爸媽媽很窮 媽媽靠撿垃圾耳聾了 不懂英文 其實中文都可以說不懂 因為他們是沒有讀過書 爸爸呢 亦都是英文和中文都很差 鄉村人過來 因為有一次這個女 就喝酒啊成這樣 被警察抓了就 判她精神有問題 爸爸媽媽不懂 怎樣去求助 或者是 去做 這個女生的歌呢 是三行的 自己都為了自己 為了奔馳 我說帶回妹妹出來 吃幾次藥之後呢 終於就 就是 可能是一個正常的女生 從此就 變成了一個 被人說是精神有問題的人 有一次在精神病院裡面 跟一個人有爭執 誰是誰非當然不知道 但是一個女生 還有些人在摸手摸